清朝湘王日以信任范遂 所以他们的香蕉 在清朝湘王看来 这就像过去的 齐桓公得到管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充分信任 使得这个张鹿 也就是范遂 敢于向国军进言 说您的国家 四贵民生在外 那四贵呢 就四个权贵 然后为了太后的同父 同母的弟弟 梅荣 还有清朝湘王的两个弟弟 公子福 公子葵 他们富可敌国 他们后台呢 是宣太后 那么如果说 你还念着母子之情 任着宣太后继续掌权 什么都听他的 那么四贵啊 就会横行无净 所以 要是你秦国的王权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就非得从你母亲开刀 你就是把太后给拿掉 废弃太后的特权 这样没人屁股他们 你就可以把四贵给他干掉 这个主意 其实就是清朝湘王 多次想过 没敢施行的 但是怎么拿掉他 拿掉了母亲的特权之后 会不会受任移民 来国人议论呢 这个范遂 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之后 使他豁然开朗 终于他下手了 废太后 逐阳侯 据说阳侯 在回到封地里去的时候 是朝廷给他派的车 千米车辆 拿着的财富 确实是富过公使 比那个秦国的公使还要富有 清除这样的权贵 是重要的 但是呢 清除他们的过程 又是那么顺利 老太太退了就退了 虽然也有点郁闷 但是高熙是主要的 儿子终于赶紧向我开刀 那还是成熟了 舅舅只感到郁闷 一心一意辅足的一个外甥 终于芝麻硬了 把我赶出来了 看着自己那么多的封地 看着自己这么多的财富 但是手中没有权力 是啥也守不住 所以不久之后 一年多的时间吧 这个染猴就去世了 太后也去世了 秦朝相往 两个弟弟呢 也顺从 王兄你说到哪儿就到哪儿 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 而在秦国 把四柜扳倒了 把太后的特权废掉了 没有发生任何的反抗 就说明了一个事实 也就是 范蕊 挑拨离间 离间人家的骨肉 是无中生有 危言耸听 但是呢 他也有一个好处 终究是 维护了王权的至高无上 维护了秦国的专制 就是专制有时 他的左右很好的 他能够啊 列成一个拳头 没有什么分裂行为 一是对外 秦国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范蕊 对秦昭王来说 还是有功 四柜光认为 这个阳侯 自己有些无法无天了 他施展自己的权力 增加自己的利益 这本来就是一个造成 霍乱的根源 但是 那不是像范蕊说的那个样子 范蕊那是 危言耸听 而范蕊呢 是为了一己之私 就是为了谋取这个相位 才极力地公道 染猴 未染的 也就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